內政部公布了國人去年平均壽命只有79.84歲 比起前年大減了1.02歲 是歷年來最大的丈夫 那麼推測主要的原因在 去年新冠本土疫情大爆發 新冠死亡人數高達了1.4萬人 也躍升成為國人十大死因第三名 那麼除了疫情影響之外 跟人口老化也有關係 跟著音樂舞動搖擺雙手 做運動享受越林生活 但國人的平均壽命在悄悄下降 內政部公布國人去年平均壽命只有79.84歲 跟前年相比大減1.02歲 也是近年來最大降幅 其實還是有兩波以上的新冠疫情的影響 也不要小看在去年兩波的疫情 社會整個調整措施之下的影響 疫情一年下來沒有檢查 結果發現說大腸性一做 原本在最中的息肉就變成癌症 醫師推測最大的關鍵 就在去年本土新冠疫情大爆發 去年新冠肺炎死亡人數高達1.4萬人 一口氣躍身十大死因第三名 僅次於癌症心臟疾病 而去年全國多達20.8萬多人死亡 也遠高於疫情前每年大約17萬多人 從各縣市來看 平均壽命以台北市的83.75歲最長壽 又被往南遞減 而台東縣的76.46歲則是最低 但疫情不只影響到國人平均壽命 年代讓國人的不健康餘命也會跟著減少 在今年可能健康餘命還是會回升 疫情的影響之下 其實是不健康餘命的那些人口 那是大量的縮減 因為死亡人數較多 連帶降低不健康民眾的存活年數 最好的情況還是用健康餘命推展平均壽命 才能讓人活得久也能活得好 記者衛亭衛倫的報導 請開著